一般辦公室對於網絡速度及穩定性的需求都大 不知道電競直播行業的辦公室 對於網絡速度及穩定性的要求又有多高呢? 今天我們就來到Cyber Games Arena的全新Studio 看一看他們的網絡設置 你好 Eric 可否簡單介紹一下你們的Office呢? CJ大約第十年 其實這個Studio算是我們公司的第四個Studio 經過了過往十年的經驗 我們在這裡可以將我們過往的公司的業務做到 包括可能是比賽、線上直播 而這裡因為是一個很多功能用途的地方 其實我們平時有時會有超過二十到三十個機器 同時很高速地使用 所以我們這次在這個Studio特別 使用了十GB的一些光纖寬頻和一些設備 看到這個空間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好像普通Router再和5G的網絡都可以搞得好 那為何要用上最新WiFi 6E的AP覆蓋 和10G的有線網絡架構呢? 根據我們過往外面工作的 即是一些可能Event的經驗 或者過往我舊的場地的經驗 其實都會發現一個情況就是 當一些太多Device在同一個地方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有一些叫做Traffic Jam的情況 甚至就是就算大家可能收到訊號 都可能是上不到網 那我也很開心 選用了第一批香港有現貨 有Offcar認證的WiFi 6EAP 因為WiFi 6E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6GHz的頻譜 相對於過往只有2.4GHz和5GHz的頻譜 我們多一個頻譜 就可以讓我們的器材做一個分流 加上剛才你說的 為何要用到10G呢? 其實這個10G的網絡 我們都特意選用了一個 可以處理Session數比較大的 一個雙用VPN的網絡 那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外面工作 或者可能現在疫情的情況 都可能會有些工作不好 因為公司其實都設了一個Lars 亦配合了10G的一個網絡 的時候 那同事其實就不能在這裡 都可以拿到一些資料 去方面去工作 其實呢 我們計算一條數 其實都是一個好性價比的投資 因為其實如果將來我們公司 要擴充 或者真的要去設一個新的Studio 都好 我們都可以整次搬走 去配合我們之後的工作 那都真的幾等本 其實很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聽到我們用這些設備 都覺得好像用了很多錢 但其實我們都真的有過往 這麼多年的經驗 告訴我們 其實如果只是單單 平時的1G上網 是不足夠的 10G的網絡都相信 越來越多 將來真的要搬 新的Studio 或者去新的地方都好 我們都可以整次搬走 就不像真的裝修 做了在這裡 就做了在這裡 而這個也是我們公司的資產來做的 對 看到後面的REC位 都連接了很多Switch 那要同時管理Router 再加AP 會不會很麻煩呢 其實都不會 因為呢 我們都要考慮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次選用了 Omada的雙用系列 它其實可以統一管理Switch Router 和AP 亦都有一些很靈活的控制方法 包括就是 硬體的控制 硬體的控制 以及就是 AWS的CAL-based的控制 它們前兩隻 剛才說的硬體 其實都不需要特別的拉繩 所以我就選用了一個 迷你的硬體的硬體 OC-200 除了本身 它已經有一個 CAL-access的功能之外 它也支援一個POE-in 我們就不需要另外拆火牛 其實登入方面 都很方便 除了在本地的IP 可以登入管理之外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在街上做Event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都可以透過網頁 或者APP 可以遙距進入這個界面 統一管理所有 Omada旗下的一些VPN router 全10GB的Management 的POE++的Switch 以及不同類型的AP 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設定一個POE-in 就可以去控制所有的設備 我舉個最常用的例子 就是設定VLAN 過往我們又要設定Switch 又要設定Walter 最後還要設定SSID的VLAN 現在我們就不需要太麻煩了 用了這個系列的系統 其實我們就可以減低了很多 維護和設定的時間 看到後面這個CCTV 用了Fiji這個牌子 為什麼呢 其實Fiji是TP 一個雙用的旗下CCTV系列 其實它也有很多產品 今年也出了很多新款 它有一個強大的AI偵測技術 也可以辨識到一些人經過 或者是有些區域 可能設定了進去的時候 都會有提示 其實是保障我們一些 Gear的安全 因為可能在這裡大家都看到 其實都比較貴一些 有些時候其實放空 大家都可能會擔心 但當設定CCTV之後 其實有什麼事 它都可以即時通知到我們 然後就可以做回 一個保障我們的安全 好厲害 剛才你們說了 這裡是用WiFi 6E 和10G的有線寬頻設定 我聽完也真的很想試試 好 隨便試試 我剛剛插了LINE線 看看它的網速 用桌上插LINE線 這個位置都有8000左右 我現在就試它的WiFi速度 我同時開著幾部機器 看YouTube和下載機器 Notebook 手機都可以保持到 1800-1900mps 但在這麼多個器材 在同一個時間搶一個WiFi 的情況下 數據都算不錯 因為WiFi會出現分流的情況 很多時候 以公司的IT角度來說 WiFi網速除了要快之外 還要在多裝置的時候 都不會導致WiFi會被分薄的情況 但這個AXE11000 WiFi 6E 10G Port AP的WiFi 6E速度 比WiFi 5快了5.3倍 而內部設計上 都專為高密度WiFi區域的商業環境去設計 新增了兩條智能天線 網絡容量總共提高了4倍 最多可以連接2千多個客戶端 沒錯 我們也試過同時連接2、30個客戶 速度都沒有減慢 非常穩定 真的很厲害 等我再試幾個小時打機 我們一起打吧 好